爹爹,你回来了 南风,星儿,今天想爹爹没有 想了,我们还想娘亲 爹爹,娘亲什么时候才会回来呀 我都等不及想见她了 是啊,爹爹,我也好想娘亲 你快叫她回来好不好 南风,星儿,你们再等一等 等娘亲给人家治完病后,她就会回来了 真的吗 可是上次你也是这么说的,娘亲并没有回来 因为娘亲要看的病人很多,所以会晚一点回来 只要你们耐心等待,她一定会回来的 真的吗,爹爹,你不会是骗我们的吧 南风,星儿,你们不是给爹爹准备了惊喜吗 你们快去叫凤儿姐姐过来,把惊喜拿出来 对,爹爹,玉莲姐姐还教我们给你做了礼物 你等着,我这就给你拿过来 看到孩子们如此可爱,初宣臣满心感动 她看向沈玉莲,说道 沈小姐,这几天多亏你帮忙照顾南风和星儿 他们才会这么开心 辛苦你了 王爷,你不用客气,反正玉莲闲来无事,不如陪孩子们结解闷 王爷,你忙了一天也累了吧 来,把披风和剑给我,你快好好休息一下 沈玉莲一边说着,一边去截楚玄辰胸前的披风 那燕琴的样子就像是楚玄辰的妻子一样 楚玄辰神情一冷,赶紧后退两步 王爷,这些由玉莲帮你收着,你快去沐浴吧 她怎么像王府的女主人似的,这么自然地帮王爷解披风 王爷,你这披风上沾了好多回 今天的军营里一定很辛苦吧 沈小姐,这些琐事自有人做,你无需操心 是啊,沈小姐,你是我们王爷的贵客 这种事情怎么能让你来做呢 这些事情一向是我来做的 来,你把披风给我吧,我会帮王爷洗干净的 沈小姐,以后王爷的宝剑也不用你擦了 我会帮他擦干净的 你身子不好,还是不能太劳累 你要多注意休息 是啊,你整天照顾孩子们已经够辛苦了 要是再让你累着,我们怎么向沈副将交代啊 两位大哥,你们放心,玉莲没事的 只是王爷对玉莲这么好,玉莲心里过意不去 所以才会想着帮王爷做点事情来报答他 沈小姐,你不用报答本王什么 是本王欠你和沈副将才对 所以请你安心住在黎王府,不要有太多的心理负担 你只要好好休养身体,无忧无虑的生活 其他的,什么都不用管 是啊,你年纪也不小了 等你把身子调理好 我们王爷会给你找一个好婆家 到时候你就幸福 莫大哥,王爷,你们是不是嫌弃玉莲了 所以才会想让玉莲走 玉莲答应你们,我会听话的,会懂事的 求求你们,不要跟我走 沈小姐,你千万不要误会 本王不是这个意思 本王只是想让沈副将安心 想让你获得幸福而已 沈副将安心